中国有三大主要半岛 前两个雄区北方成为重要的亲戚中心 但第三个却默默无闻 偏南方十分低调 半岛通常是指位于陆地边缘 突出到海面的一块区域 其中一面与陆地接壤 其余三面则面临大海 我国的版图从北到南就有三座大的半岛 第一名的便是位于我国山东省东部的山东半岛 整个山东省像一只翱翔的雄鹰 而山东半岛便是位于鹰的头颈部位 也是带动山东经济发展的龙头 山东半岛大致的走向是斜向东北方向 北部与渤海和黄海相邻 东南部与朝鲜半岛的隔黄海相望 东西走向最长处有290公里 南北最长处有190公里 山东半岛最东边的是威海、烟台和青岛这三个城市 位于交来和以东的地区又被称为交东半岛 并且整个山东半岛还包括东营、韦方和日照 这三个城市的大部分地区 而我国第二大半岛则是隔着渤海与山东半岛相望的北方 辽宁省所管辖的辽东半岛 辽东半岛陆地总面积2.94万平方公里 整个辽宁省如果勉强说像一个攻北的大虾 那么辽东半岛便是处在虾尾的部分 而位于辽东半岛的大雷和旅顺等港口 也让辽东半岛成为重要的海运和渔业基地 更是辽宁省最发达的区域 辽东半岛整体走向偏向西南方 西部在渤海上形成了辽东湾 东部与朝鲜隔海相望 东北角延伸至中国与朝鲜交界的鸭路江出海口 辽东半岛主要包括大连、银口、安山和丹东这几座城市 从辽东本岛最南端的老铁山脚 到往南延伸到山东蓬莱的田恒山 连成了我国黄海与渤海的分界线 而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都处于重要的环渤海经济代赏 至于中国的第三大半岛 则是位于这两座半岛西南2000多公里的雷州半岛 其位于广东省的西南面 与海南岛的隔着琼州海峡相望 是我国陆地最南端的地区 雷州半岛是我国第三大的半岛 却一直默默无名 和前两大半岛山东半岛辽东半岛相比 究竟差了哪 雷州半岛不仅位于我国陆地的最南端 也位于广东省的最西南端 其走向基本为南北方向 西南突出进入南海 其余三面皆被南海包围 西面隔着北部湾与越南相望 东面则面向大海 如果将广东省的轮廓看成一个大鸡腿 雷州半岛恰好在大鸡腿的露出的骨头部分 也是最没有肉的部位 而雷州半岛所在的湛江市 也是广东省最不发达的地区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 雷州半岛据说是因为此地好打雷而得名 在古代雷州半岛被认为是荒蛮之地 是遭扁的官员最常流放的地方之一 如今雷州半岛南北最长有130公里 东西较窄距离在40到70公里 陆地总面积在1.3万平方公里 包括了城市主要为湛江市 范围大致与湛江市相当 与中国前两大半岛 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相比 雷州半岛的确差距不小 不仅是表现在大小和知名度上 更重要的是在经济发展水平上 雷州半岛由于面积较小 之中纳了一个地级城市 湛江市 经济体量自然会小一些 但是就单个城市相比而言 湛江市2021年常住人口 其103.09万 2021年实现生产总值 3559.93亿元 而位于山东半岛的青岛市 2021年常住人口 1025.67万人 地区生产总值 14136.46亿元 是湛江市的四倍左右 这还仅仅是青岛一个城市 而位于辽东半岛的大连市 2021年的地区生产总值 7825.9亿元 同样高于湛江市许多 其实雷州半岛在经济实力上 无法与前两名相比 这与雷州半岛所处的地理区位 以及自然环境 也有一定关系 雷州半岛的气候 属于热带季风气候 虽然在现代来看 属于热带风情 但是在古代这样的气候 一直是北方人所难以忍受的 由于缺少开发 被认为是烟帐之地 人口相对稀少 经济发展便相对较慢 虽然雷州半岛上的湛江市 是广东西部 以及北部湾经济圈的中心 但中国经济圈 无法和环渤海经济圈相比 而与之相对的是 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 所处的华北平原周边 从古代开始 便是重要的经济发展区域 中国第三大半岛雷州半岛 位于经济较为发达的 珠三角附近 隶属广东省 为何却没有前两大半岛 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 雄举一方的实力呢 雷州半岛位于广东省是实施 广东省是我国最富裕的神分 也是实施 但是有句俗话叫 宁坐机口不坐凤尾 用在雷州半岛和雷州半岛上的 湛江是最为合适 前两大半岛所在的神分 都依靠半岛上 向海突出的港口城市 来发展海洋航运 和跨国贸易的领头作用 而位于辽东半岛的大连港 更是整个东北地区 可以出海的重要港口 是面向太平洋的门户 因此通向大连的公路和铁路 不止一条 其中通过全国最长的 省大高速公路 与整个东北地区相连 铁路正是连接欧亚大陆 成为欧亚大陆桥的起点 而山东半岛的青岛港 更是中国第二大的外贸口岸 世界第五大港 也同样有多条铁路公路 与之相连 还有烟台港的旧部赘述 而对于雷州半岛上的湛江市来说 虽然也有港口 而且湛江港 也是中国较早开放的港口 同时湛江也是南海舰队司令部所在地 但是与前两大半岛所在的省份 将半岛上的港口和沿海城市 作为本省重点地区不同 广东省拥有众多的沿海城市 和很长的海岸线 并且广州市所在的 朱江三角州 景陵港澳 一直都是我国经济实力最强的 区域三大区域之一 所以自然 不用集中资源 重点发展雷州半岛 而雷州半岛处于西南部 相对区位优势 没有朱三角明显 朱三角出海 直接面向太平洋和南海 是海上贸易的交通节点 而且因为朱三角的强势发展 对雷州半岛造成了红锡效应 人力资源和人才 是地区发展的重要因素 但是人才都涌向 经济更发达的 朱三角区域 湛江市 截至2019年末的 常住人口是736万 而到了2021年末 常住人口只有703万 不过湛江市 也是我国规划的 一带一路 海上合作的重点城市 无论连接广东与海南的 穷州湾 跨海工程如果完成 将会进一步带动 雷州半岛的经济发展 中文字幕志愿者